咖哩最重要的藥是什麼 咖哩跟飯嘛對不對 它咖哩很少 唉 對 它咖哩給超少 重點是它的飯超難吃 黏在一起像麻糬一樣 咖哩飯 飯 他們整間店也只有賣咖哩飯而已 對 對 很可怕 哈哈哈 哈囉 歡迎大家來到兔米郎的頻道 我是兔兔 狼 今天要來討論我們現在住的地方 林口 我們已經搬來這裡一年了 之前對有一些影片講說 我們在這裡的裝潢啊 對 它講了什麼 裝潢 舊裝潢 所以其實我們沒有仔細跟大家分析過 例如說為什麼我們會選擇林口 可能有 你還記得原因嗎 我們買得起居住環境 以重劃區來說我覺得在地居民是多的 所以商家多 我想起來喔 這次有拍過影片 你說我喜歡這種心事正的感覺啊 然後道路寬敞啊 現在有點像是來驗收一下 那個時候看到的 跟你實際住了一年之後的心得 對我們今天就是來 實際分享在林口居住一年之後的心得 來第一點 我們認為道路寬敞 乾淨 行人友善 我們的視角看是行人友善 至少不住這一區我覺得是 原行道是寬敞的 我覺得有一些地方的尷尬就是 新大樓寬 可是舊區窄 所以當你走在一條人行道上 你就寬寬宅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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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喔對對對 但是我覺得沒有這個問題 唯一有一點點那個就是要小心 進大樓的時候 車道啊 會跟人行道 這叫什麼 交叉 之前覺得很寬敞 現在還是這樣子 對 其實我很常看到人家說 林口已經很擁擠了 但是身為我們從台北市 因為如果過來 就會覺得這裡很寬敞 依然還是覺得密度是舒服的 目前 在2023年我們還是認為 這個密度是舒適的 我覺得人太好 對 然後有規劃公園 我這點覺得還是很棒 而且大家使用公園的 效率很高 這點我也很喜歡 大家有一樣的吸管啊什麼的 這點印證 然後既然講到林口這裡的人 其實我們住進來之後 有發現林口這裡的人 都有一些差不多的樣貌 我們有發現就小家庭 小家庭 對 可能就是因為買得起 年輕人買得起的地方 所以小家庭很多 所以小孩很多 學區也很強 社群的感受 就是林口人就很特別 我們有一個林口大家庭 所有林口人都知道的 一個聯誌社群 上面就會分享林口大小事 哪裡水溝蓋壞掉 喔 怎麼樣有這個狀況 大家經過請小心 對 像我們很有名的淑娟阿姨啊 就會說 喔 這個他已經前往了解啊 什麼已經出了 什麼 生活大小事都在裡面 對 還有什麼停車格 假如說大家覺得 路況不好 路況 路況喔 以前這樣路況的事情 你跟誰反應 根本就沒有人要理你啊 可是你假設在林口大家庭 哪一個路口 應該什麼線 不應該有停車格 因為公車要怎麼樣 那個怎麼樣 車道很小 如果這樣會造成用塞什麼的 過沒多久 那一個停車格已經吐銷了 來來來抱怨的事情很快被解決了 然後上面還會有商家 廣告問 還會送東西 對 林口大家庭超愛送東西 你自己就送過東西 不需要但是還很新的東西 你就發上去 把尺寸這樣講 然後說免費送啊 或者是 換兩杯飲料啊 衛生紙啊 就是 那是這樣的 我覺得很可愛 而且上面的事情 很奇妙 就是會感興趣 還有那個紅綠燈 喔 連紅綠燈 紅綠燈不是一條 好幾個路口 哪個路口要有一個紅綠燈嗎 那個紅綠燈有時候就不同步 你就覺得 你這樣開不順啊 只有這一個停下來 其他後面前面全部都是綠燈 就覺得這個不錯 這樣路況會不順 對 那這也是反應之後 紅綠燈就會調整好 接下來就可以一路這樣過去 不會有 突然被塞住 導致後面塞車的這種狀況 還有那裡如果有圓遊會啊 小朋友的活動 或是大型的林口社區的活動 然後因為我們原本沒有小孩 你可能會覺得 這個小孩活動夠沒有問題 可是就是像我說很奇怪 因為這裡的居民就是有一個樣貌 所以大家在乎的事情 真的就是那個樣貌 我們就很好奇 我們很常說 欸 林口大家今天又說了什麼啦 他對方沒有看到這樣子 就是一個 林口日報 大家都會看 大家都知道 真的超妙的耶 在林口有人一定要記得 加入林口人家 還沒加入的話記得加入 Facebook是Facebook 沒有講清楚 什麼大小事你都會有興趣哦 接下來第三點是氣候問題 其實那時候搬來的時候 就很多人在提醒我們說 林口很潮溼 潮溼 然後起霧 那時候有說我本身基隆人 然後我是北投 就我們 都在山區旁邊 都已經蠻潮溼的了 所以那時候我們是覺得這個問題還好 我們那時候來看房子的時候 我覺得我比較容易遇到霧 但是後來真的買了之後 可能附近的大樓也在蓋 我覺得霧就比較少 或者是我們住進來的地方旁邊 樓比較多 對 就幾乎沒有什麼霧 有時候有霧來的時候 我還覺得很浪漫 很想跟你們分享 你剛剛超喜歡起霧的狀態 我就喜歡看霧 從高樓層15樓下 開始慢慢降下來 你原本看到對面鄰居在幹嘛 你可能都不喜歡拉床的東西 就是你都可以看得到鄰居在幹嘛 有霧的話呢 你就看不到對方在幹嘛 你會看到燈 就是知道對方還沒睡覺 朦朧你看不清楚 但是你就會覺得 很浪漫 因為你可以看到樹 路燈 這些你還是看得到 可是遠的 其實基本上就看不到在幹嘛 真的 濃霧的時候 我其實是連對面 哪一個燈亮著 都會看不到 每次濃霧的時候 我都跟你說 欸 我們現在可以 裸體洗澡 對 然後我就說 洗澡一半個霧就散了 靈口的霧它是會 一直變化 來了 然後消散 短短的10分鐘 20分鐘 它就會有一些 濃淡的變化啦 我每次看到霧 都很想要開窗泡妝 我可以理解 這就很有在深山 等一下 然後潮濕喔 跟之前在基隆 還有在北投的感受 我覺得 我覺得是差不多的 我們本來就習慣有廚師機 所以我覺得還好 因為那時候 也是覺得蠻煩的 所以要來辦來林口 就有一堆人跟我說 你一定要準備廚師機 我跟你講我廚師機在很多台 家裡每一個空間都有廚師機 還沒辦來林口就這樣 連走廊上都有廚師機喔 它其實住在任何一個地方 廚師機都是它的必備 而且我覺得我們家的廚師效果 我會讓來我們家的朋友 對於林口一點都不潮濕有什麼處理 之前同學來我們家的時候 林口有潮濕嗎 我覺得你們家就還好啊 來 現在把窗戶打開 還好啊 然後等一下 你讓他們濕氣氣 我們家其實是很乾燥 然後我很挑剔 我只要穿一個拖鞋 因為拖鞋跟地板會有黏著度 甚至比如說我呼吸 我就知道現在濕度不對 你只要黏黏的 或是有一點點沒有那麼乾爽 來 小狼 去倒主持機的水 對 我自己也做了 我自己也做了 不要再誤會 對 以前他會自己倒 他在沒懷孕的時候 他受不了他就會開始憋念 哇 現在濕度不行 然後我就在那邊唸 然後在扣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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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扣 其實很紅這種東西 OK啦 來 臨口問題 一定要講到就是交通 這也是會被靠北 不要搬臨口 要嘛講潮溼要嘛講交通 倒覺得氣候可能還稍微可以 交通真的是 天無解啦 我必須說我遇到的還不是最塞的時候 但是已經足夠讓風 路上車很多 綠燈已經亮很久 可是車子就是不會動 因為你要等左轉燈 直行是可以走的 可是你就是要左轉 可是左轉也是在等左轉燈 所以它其實不會動 等到左轉燈真的動了之後 那一排那一道可能走一半 一半的轉過去 另外一半就是往前 然後你要等到下個綠燈 還不包含中間另外一邊綠燈轉進來 然後你才終於可以往前一點點 我覺得那個真的是太可怕了 然後後來就是有稍微研究一下 我跟你講身為臨口人 回到臨口大家庭 每一個人都在研究如何讓臨口交通更好 我覺得臨口是因為只剩積結 而且積結其實就只有一戰 真正的積結並沒有深入到臨口這一段 現在是有對策的啊 我們要開始增設一些閘道 已經在整地了 會問題很痛苦嗎 那我們直接弄個閘道 你知道上那個閘道 就等於直接上了郭道一號 你就不用再左轉了 就是因為大家都要左轉 大家都塞在那裡 以至於要直行要右轉的人 也都會被塞住 現在是已經規劃好兩個左轉 從國道一號要左轉龜山的人 有交流道可以用 然後跟我們要上國道一號要左轉 北上的人 有雜道可以用 也可以分享一下 因為我之前工作有一個主管 他住在臨口 那我分享說 要怎麼解決臨口的塞車 就是你六點半之前你就要上到交流道 就是趁還沒塞車的時候 你就先上去 寧願你用半小時四十分鐘開到公司 去公司睡 類似這一種概念 我那時候塞那個 非真正尖峰時間到台北市去 花了快一個小時 如果沒塞車的話 大概剩這分鐘可以遇到 對啊那是到台北市 如果你是到什麼新店啊 那就是更久啊 對臨口問題交通 我們體驗還是覺得 目前還是 要等待對策 如果你很想看我們的影片 請不要吝嗇按下訂閱 小小的舉動大大的幫助 訂閱 接下來我們真的是要說到 近月的重頭戲 就是臨口是北石沙漠 我跟你講我來之前 沒有人告訴我臨口是北石沙漠 但曾經有人說過 很微小的聲音 我覺得你已經不太挑的人 都可以這麼頭痛了 可能的話我其實蠻挑嘴的 你認同我很挑嘴 我認同我很挑嘴 我那時候來的時候 我認識的臨口人就是我們的房仲 房仲就有說過 啊算了啊沒關係你可以去別的地方吃 可能你們也很常去 就有個事嗎 我們現在有說沒什麼問題吧 哪裡的食物會有問題啊 我真的很認真的認為 如果你覺得食物難吃沒關係 我們有連鎖店 之所以叫連鎖店 不就算他們有SOP嗎 做出來食物有大同小異 當然我明白還是會有好吃跟不好吃的 但是我覺得那個差異不大 然後我跟你說連鎖店 我們還是大採雷 幾乎所有連鎖店都在採雷 Pizza兩間 我真的是兩間都吃到生氣 真的會生氣 因為我對食物是充滿懷疑的 我會懷疑我自己的 這個披薩是不是好像沒有我們之前吃的好吃 我會這樣問他 對啊真的很難吃 連Pizza大家所知道的 那兩間很大的披薩店 可能它到一個不懷疑人生的程度 那我們這次不要定這間 換分店也沒有用 無論如何都很難吃 今天就是一個不怕得罪人系列 真的是吃掉真的是崩潰 三井Outlet有一間咖哩飯 就是咖哩飯 我們兩個曾經在那個南京東路上吃過 你會覺得說 這就是買咖哩的店 就是CP值很棒 就是賣咖哩的店 就是CP值很棒 對 點點鎖店穩的啦 對 點點鎖店穩的啦 點點鎖店是安全的 大臭特臭的 我們兩個人想要去Google評論留言 怎麼會這麼難吃 咖哩最重要的是什麼 咖哩跟飯嘛對不對 它咖哩很少 它咖哩給超少 重點是它的飯超難吃 粘在一起像麻糬一樣欸 南京東路上是粒粒分明的咖哩飯 我但是已經不知道從哪裡吐槽了 真的滿深切的 他們整間店也只有賣咖哩飯而已 對 對 三井奧的裡面還有一間吃泰式的 這什麼 你知道那間泰式我真的是吃遍無數個 任何區域甚至到草原吃都沒有問 吃過很多間了 我就講月亮蝦餅 哪一間不是給我炸的皮這樣酥酥脆脆的嗎 蝦醬Q彈 外酥內軟 然後那間給我炸出來的是 然後裡面我覺得滿乾的 真的不知道怎麼弄的 類似吃到我嚇一跳欸 真的吃到一個又很想要留負貧的程度 對啊 然後我還要再講一個更好笑 這其實已經是連鎖店的慘案了 後來我們朋友 來問我找 就是大家叫我 就是他們可以出去外面買買回來 他們又找了一間 他們曾經在台北的某一間分店吃過覺得好吃 林寇剛好有開店 距離也不遠 打電話訂走過去嗎 好那你們也有心理準備 我一直在打預防針 每個人大概打100針 就跟我們以前覺得啊沒有什麼啦 沒有什麼就 那連鎖店外都出去 對就出去 出去之後呢經過一個路口 有一個餐車 那個臭豆腐 我們曾經經過那個路口 也覺得這個味道有臭 有臭就是對的 他們去吃我們不知道 回來之後他們就說 聞感覺說我們剛吃什麼嗎 聞起來很臭 覺得味道沒問題 吃起來就是油豆腐 吃的東西跟聞到味道完全不一樣 不用以外 這個是林口的日常 歡迎來到林口 這就是你們在林口對於食物的崩潰程度 如果你們要吃好吃的 兩個地方跟大家說 長哥那個商圈發展的比較糟 比較多好吃的東西 對 跟林口就 林口的舊區老街那邊 東西都是比較OK的 最後跟大家分享寵物的部分 我們剛好說林口有一些特色 還有一個特色其實就是 寵物友善 他們寵物場 什麼他們我們 林口人寵物真的超多 你隨時隨地在路上都看到有人牽狗 有人遛貓 林口的生活空間 狗有公園 人行道夠寬敞 所以養大狗的人就多 在林口走路 你很容易遇到大狗狗 中大型犬很多 對 然後我就會覺得這是一個寵物友善的環境 所以大家願意養 先不要說別人 光是我們這一棟 幾乎每一戶都有養貓或狗 待萬歲出去回來搭電梯的時候 如果遇到鄰居 鄰居不會在那邊 欸耶狗什麼的 都不會這樣 他們就是默默給空間 按得很開心 所以就是寵物相應的設施會非常多 例如說寵物醫院啊 寵物用品店 幫狗狗洗澡的也非常多 寵物美容 寵物美容 現在是要比手畫腳 猜什麼東西是不是 寵物用品跟寵物美容 寵物醫院 非常的多 就資源很充足 林口這邊還是蠻適合 如果你有養寵物的話 非常的友善 林口這麼多 有好有壞的人 再給你一次機會 回到去年 你還是會願意買林口嗎 願意 不好的地方很多我都有辦法歸避 那他好的地方都是讓我覺得 其他地方難以達成的 嗯 我不喜歡心事證 太空曠 人都沒有住進去的感覺 空物率很高 所以商家就會發現 沒有什麼人潮 他就不會開店 沒有人潮他就不開店 你這樣就很不熱鬧 可是林口 他是有人氣的 不會讓我覺得空空曠曠 內戶也沒住人 這一戶也沒住人 以心事證來挑的話 我依然非常喜歡林口 一樣的入手價格 那個時候覺得還是蠻OK的 其他地方我真的沒辦法 剩下林口 可能沒那麼眼神 對 就是這一年來 林口房價好像又有漲了蠻多的 其實我們當時在買房子的時候 我們怕我們買不起 所以我們那時候很瞎心來一定要買 我知道房子未來肯定是 要嘛漲要嘛跌嘛 最怕是一直漲上去 那我不就永遠買不到 但如果你跌的話 因為是自住可能就覺得沒關係 就是 對 我還是非常不後悔 我也不後悔 我蠻喜歡林口 除了食物 但是我覺得寵物友善這一點我非常喜歡 人 環境 大家都有一樣的習性 這件事我也蠻喜歡的 對 跟大家分享我們這一年來 住在林口的心得 其實很多是 在育期內的 大概還有一些意外 驚喜 例如說食物的部分 那個真的是我沒有預料到 太天真了 那就是這樣囉 所以如果有要考慮林口的人 你可以參考看看我們住一年的 心得分享這樣子 那喜歡的話記得按讚訂閱加分享 想說掰掰 對啊還沒有訂閱的趕快訂閱吧